年itar Jimocer Vocity inci民時釦 兒民時釦大家來聽 大家好我是秦碧淳 歡迎在 Glasgow garden 期待 今年11926日的選舉投票 幾幾十多月 這次我們台南市要來參選台南市 另外好選人 總共有五位 今天我們邀請到這位是武當勤來參選 有平民律師風和喔 那麼這位是誰人呢 我們現在就為大家介紹 吳秉慧律師歡迎您 謝謝 我們所有的台南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吳秉慧律師 感謝您 是 今天你很高興邀請到吳秉慧律師 到我們節目當中 吳秉慧律師這次要來參選台南市 其實大家對吳秉慧 大家認識的就是說 是一個很有名的律師 然後他是平民律師 然後他有參選過立委 那其他的可能觀眾朋友對 為什麼他要來參選 這次台南市長可能他沒有了解 所以一開始 我們就要帶觀眾朋友好好來認識 吳秉慧這號人物 為什麼他要來參選呢 好那我們一開始我想吳秉慧律師 讓大家好好來認識你 是不是跟大家介紹一下你自己 是 大家好 我吳秉慧律師 感謝各位 有這個機會 在我們這個電視台這裡來做一個介紹 是 秉慧本人其實 其實喔 長期以來 都是中屬一些這些青少年的這個 這個法務工作 這些弱勢團體的 叫做的這些法律祖孫 是 當然兵衛在那裡 在那上一陣子 200002年的時候 2020年的時候 我參與就說 這個立委的選舉 但是這邊立委的選舉 我是認為說 可能我們的努力不夠 所以提出說 相關的這些政見 並沒有讓大家去發言到 所以這次 再再來參與這個市長的選舉 是說從這個能見度 可以再提前 來幫助我們這些弱勢團體 可以競爭 來正出這些相關的這個 這個團益 兵衛從小時候 其實在這個求學的過程裡面 就很平順 因為人工社會時代 對農業社會轉入 工業社會 剛才560年代 那個時代 我相信 有很多朋友都了解 那個時代 在這個求學的過程裡面 有所謂這些聯考制度 是 兵衛跟著上這個列車 往上北部去求學 也參加北部連招 我們也一路非常順利 合到板橋高中 然後再投入 這個東吳大學的法律師 當然我們要投法律師 也是因為尊重 聽我們市長的意見 因為以前的時代 農業社會 根本對這個法律的相識 並沒有非常認識 所以因為爸爸媽媽 他們的建議 也兵衛特入這個 東吳的法律學 我們也在東吳法律學裡面 其實我如果很乖 但是學業也是平平 所以 一段時間 我一面打工 一面都利用 營養市的時間 來託租 所以那個時代 我大學三年的 其實 我們東吳的是十五年 我十三年的時 我就科調歷書了 我都利用 這個營養市 大概十二點 至兩三點的時間 來託一些相關的 這些法律的課程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裡面 因為 參與的心情 像說我們一個長期 小孩走來北部 也不能說 讓我們大學 老闆開 所以在那個時間 我就從大學法律 揮所有的課程 書籍 其實我是很少去學校上課 其實我那個時候 我如果是都上學頭科 我並沒有去上課 所以在這個 教學的過程裡面 我完全是都 各自學 各自學 所以你若問我 我是怎麼科調 其實我也覺得 沒名其妙 因為我那個時候 年輕的時候 利用這個時間 營養市的頭腦比較清新 那麼 中法律的課程 全部科後 有這個心得 那麼利用這個心得 再去參與這個國家考試 那麼高考 律師及格 高考法治人員 我都在同一年裡面 都在科調 都在79年那個時代 就來科調 所以因為雖然 我沒有去學校讀書 但是有可能 會去學籍 會被他們回家 但是我慢慢的 我也是來收起來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這個 求學的過程 只要我們有自己的想法 其實我們也可以認真打招 來補助我們這個學業上的不足 只要有那個機會 我相信我們觀眾朋友 我們在這裡 也可以利用這個 我們不能說 怪孩子說 讀書 可能這個年輕人 孩子時代讀書不好 其實你慢慢讀 慢慢讀 他的腦筋就會開竅 慢慢讀 他的學習能力就會提高 兵費就是這個例子 所以我們讀書 也不一定說 要苛求孩子 一定要讀書 說100分 或是說一定要怎麼樣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要讓孩子鼓勵 當然孩子自己 留心要疼 我相信 對我們 自己 求學的路程 會更好走 當然名利是很重要 但是我們也是要阻止 孩子的心路路程的變化 感謝 所以其實 吳秉慧律師 你是比較特殊的 就是說 你不是很正規說 就很認真的去 像有些人 他就很認真去上學 但是呢 他快年 大概三年 當科的高考律師 有夠不簡單 那當然他覺得說 可能就是 對小孩子的教育 就是說 你要讓小孩子 他可能有一天 哪一天領悟到了 然後他可能就開竅了 然後就會把書讀得很好 那當然就是吳律師本身就是 對這方面也是有一些天分 但是剛才列書有說到 之前參選立委的時候 你有些政見 就是能見度不高 沒有讓大家很看得到你的政見 所以這次 變成你參選台南市長最主要的原因嗎 是 我相信這是一部分原因 當然我們參與民主政地的選舉 是 我是說 因為我們 陸前來看台南市的這個選情 其實有一點冷冷清清 產生一個北部比較熱 南部比較冷的這種狀況 對 雖然說我們台南市長期以來 都是我們歷史的在執政 對 所以相關的這些建設服務 其實有很多 我們這些中間選民 最可能也沒有去注意到 所以兵威也想說 要利用這邊的機會 那種我對城鄉之間 跟弱勢團體之間 一個拉鋸 這個落差 像說有辦法再補足起來 讓我們的市政建成 可以更加完整 當然我在上面 在委員的選舉的政見 其實我們黃偉澤市長 他有在看 像我們在這裡 包括說 憲法會 要怎麼去提醒 老人年口 要怎麼去減輕 他的這個差距越來越大 少子化的問題 公託跟準公託家 要怎麼去取得一個平衡點 讓這些小孩 讓這些家長 他們的這個生活上 照顧小孩的這個 紅色品質 會減固到 其實我在整個一邊的政見 我都會去提到 當然我們市長方面 他也有去注意 所以我們看起來 雖然有一個進步 但是我覺得 它又是不足 所以兵員這邊 出來參與 像說這些不足的部分 可以再提供 一些解割的方法 讓我們的市政 讓我們的老人年口 讓我們的少子化問題 甚至說我們的低薪問題 可以再進一步來解割 像最近的這個 犯罪率 是怎麼在台南市裡面 會一直提升起來 這個交通事故的致死率 怎麼會一直提升起來 這些都是我們關注的問題 這不是說無法改割 但是我們要從 這個角度來做開割 我相信 可能市政方面 很大 很多 這個問題 有時候 我們市政者也沒有去注意到 所以我們做老百姓 有時候我們要提供 一些意見 給市政者 給我們的市府 去了解 可以傾聽我們的意見 我們要怎麼去開割 一步一步要怎麼做 市政再有辦法 去開割 需要我們市民朋友 大家共同來關心 共同來參與 我們的市政才會越來越好 當然 這邊市政的選舉 雖然沒有政黨的奧元 但是我對這個 堅持說我要參政這個理念 其實我一路走來 始終如意 我要怎麼說 要讓市政 清潔化 乾淨化 沒有任何一個汙染 甚至於我參政 又沒有掛任何一條機子 也沒有炒機子 也沒有補條 我都沒有 但是我感覺說 我一樣 我走出我自己的路 我要讓這個參選 可以乾淨化 我從這裡升起來的經費 要怎麼回饋給我們的市民朋友 這是我主要參政的目的 不是說要發揮 巨額的這個選舉費用 才有我就說來得到 這個選舉的目的 我相信這點 我們市民朋友 可以慢慢觀察 其實兵員 對這個選舉 要讓他乾淨化的原因 就是說 我們沒有任何的 集數 參與在裡面 我們完全就是 取之於名 用之於名 要讓老百姓 相擁 這些福利 我們就不可以說 取得什麼利益 這是我參政的初衷 當然這個初衷 也是需要我們 我們市民朋友 可以共同來支持 共同來參與 照我來完成 當然我們今次 翁翁10年20年 要怎麼走 那麽事實上 兵員有哪一套的想法 當然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會就讀讀 甚至說 在我的選舉證件裡面 也就是說我的臉書 粉絲團裡面 我每一天都會 大家貼出來 給大家看 因為這個政見 坦白說實在是很多 有四五十個政見 但是因為今天 在節目的關係 兵員可能 只能說目前比較熱鬆的 這裡 來提供一些這些意見 對 所以這樣聽起來 就是說 吳律師呢 參選主要就是說 希望我們的市政 可以 由於你拿出一些政見 讓大家看到 然後進步 另外就希望說 我們的選舉 可以乾淨化 不要就是有一些 不好的啦 污染的啦 或口水戰啊 或是等等之類的 但是我們說到選舉 就是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要勝選才是一個目標 但是對於吳律師你來講的話 其實你參選最大的目的 是希望說你的政見 能夠被大家看見嗎 是 其實這幾個 這陣子以來 兵員在外面在拜票 是 很多我們的市民朋友在說 當然我這個 拜票的這個 好購 可能優寒 因為民進度 畢竟不管 兵員 我只是有這個 佛系選舉 並沒有說得到 其實其他的 他們的政見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啦 對 所有的這些 有這個 款式的地方 有缺點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提出 但是要怎麼 比較有效率的來著手 有一些細節 我們也是要去研究 他相關的配套措施 要怎麼來進行 所以兵員在這方面 其實呢 有參考很多 這裡我們六都裡面 其他管制的一些 這些做法 甚至說包括 中國、日本、美國 他們的做法 也可以引用來 我們的市政、建設 公共社區的這個做法 在地文化的農路 這裡要怎麼去做規劃 我們也可以借政 外國的一些先例來進行 這都是兵員 因為這個 從事律師的這個 這個職業以後 慢慢的 又透過一些 財經法律課程 再去投資 再去了解 再去接近 我們外國 他們的一些 像日本、德國 他們對於這個社區的 應責要怎麼去做 尤其 我們這個企業管理 要怎麼用這個管理的方式 有一個經濟獨立的自主能力 可以來參與 說這個品牌的銷售 在地文化 要怎麼農路 來提升我們的 這個生活品質 甚至於行銷包裝 要怎麼來提供 讓我們的這個台南市政 台南的產品 會可以 登入這個 全台灣甚至行 入世界的這個 行銷廣告裡面 來刪行一個效果出來 這都是兵員研究的這個方向 因為兵員有 有這個氣管 氣管方面 其實我們有 取得這個相關的 壽事、博士資格 是 那麼當然是 也有研究這些南向政策 要怎麼來 要怎麼來這個 金磚事果方面 南向方面 柬埔寨、日本 越南 這些 泰國 要怎麼來行銷廣告 要怎麼來包裝 我們本地的產品 那麼透過行銷 來刪農 這個金磚事果方面 其實我在這個 博士論文裡面 都有去提關到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來參加 對 所以吳律師你被封為平民律師 其實大家知道說 因為你就是一直自律 說我們平民 這個要有建立正確的一些法律知識 然後你也幫助很多青少年 要有這個法律的一個嘗試 所以你職業算30多年 其實幫助過很多人 那你對平民律師這個稱號 你有什麼感想 是 其實我們現在的這個法律服務 其實我們有一個社團法人 叫做法律輔助基金會 是 其實這個法律輔助基金會 在民國 這個八十八年以前 還沒收入的時候 民會就用平民法律服務 四個 在我們的國中小學 產術這些青少年的這個法律宣導 是 平常利用這個禮拜一早上 在這個大禮堂裡面 來觀賞一些這些青少年 最上的去觸犯到的這些法律上色問題 是 民會是利用這個時間 因為 畢竟我們青少年朋友 他是二母二十歲 甚至說都十八歲以後 還有十六歲以後 這都涉及我們青少年屬性處理法 兒童少年福利法的這個屬容範圍 所以民會認為這個弱勢的部分 我來規劃是在這個弱勢團體 因為他畢竟不像我們一般生人 有這個 生雄的這個 嘗試判斷能力 所以我都會去來選擇一個 說我們這個青少年朋友 不要去觸犯這些相關的法律 雖然他們觸犯的制度比較少 包括訓證、保護管束、染化教育 這跟一般我們的行法的這個 觸犯法有其道行 或是這個供養、法金不一樣 但是青少年朋友 有西雄有時候會去利用 去做犯罪的工具 那麼我們要怎麼去方法 就說青少年朋友 會去踏入這個歧途 去逢縮死 去做一些犯罪工具的代言人 包括說我們最近看到的詐騙集團 有時候要利用 2月18歲的青少年朋友 去當車手 去這個提款機提領 甚至去秘海車的這個 住居所去來這裡看、提款 這都是犯法的行為 因為他是青少年 所以他不會去適用 就是說我們行法的相關 這個法律制裁的規定 但是這對於他後來講 他的這個品性、學歷 這裡這個助濟裡面 都會去助濟就是說 他可能有去參與這些少年的非性行為 非性行為 會對他一世人 這說起來也是他的白皮書 助濟的白皮書 會對他一世人 往往對於以後 的這個人生道路 要去走 反而有很多的影響 所以我都經常思想利用這個機會 那麼來參與這些青少年的選擇 當然大多數的時間 兵員要是利用這個兵民法律服務 來做一些勉費的法律資訊 來替這些獨社團體 來勉費的來做資訊 甚至提供他們 一些法律的地績 要怎麼去拚便 就是說 有可能我們這個家裡去打賣 甚至民航貸款 要怎麼去做分級的這個償還 可以透過一些學商的方式 來解割 說我們經濟上的 一些掩飾沒辦法來處理的問題 當然這個法律問題 我們一定要來選擇出 可以知道說 我們要怎麼保護自己的管理 要給自己的管理 來睡早了 對 所以律師 其實你就是很早之前 就在選擇這些情少人 所以你看最近那個柬埔寨 打工 然後變成犯罪的這個問題 就跟你其實一直在推動的理念 就有相關嘛對不對 對 所以我說這個柬埔寨 你看那個有很多年 五十六歲 就讓他們這個工作 頭路不去柬埔寨 那麼從事這些犯罪工具 甚至於過到那邊 然後人生主義都去控制條 對啊 我們自己的事大人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說他過那裡 可能是要過探錢 但是沒有了解他過後的原因 所以有時候我們家長朋友 就要去關心我們這些孩子 他在外面的一些這些貧困 要去關心大家注意 盡量不要說這些法律問題 甚至於說這個犯罪集團 利用他們來做犯罪工具 我們也處理後有可能會很多 這個後遺症 甚至於我們這個死命 都有這個避陷 感謝 對 所以其實最近 因為前一陣子的這個地震 大家還想到這個921大地震 還有進檢巴掌溪這個事件 那其實我們吳律師 他就是這兩個事件 在申請國賠 幫這個受難者家屬 當醫務辯護律師 而且很不簡單的就是 既然國賠是勝訴的 所以這兩個事件的話 該是律師 還能分析一下 因為要勾培勝訴 真的蠻難的 是 那麼剛才這個天災人禍 因為剛才是我們民進黨 執政的時候 1999年到2000年的時代 發生兩者的重大事件 當然這有時候是天災 可能是人魔不張的問題 像這個巴掌溪事件 因為這個 我們陸前是來定位 在說職業災害這個事故 但是這其實是升級到國安的問題 是 因為當然是可能民進黨 這政才兩國月而已 所以申請很大 我們這個 市民朋友對民進黨這政的懷疑 競然 通常看著這四個 這個 受害者 站在八江客中 受到水的衝擊 我們都沒有任何 這個 叫我們的設備出來 包括說 我們這個直升級 海鷗救難部隊 那是說 搜救指揮中心 並沒有任何這個救援 而且 是在協調 溝通不足的狀況 互相推諱 這個管轄區域 不知道是誰在管 例如說 眼睛金金 看這四個比海鷗 比水窮走 這個過程經歷 大概兩點多小時的時間 所以這個事件 其實是震撼 就說我們台灣的這個政局 當然是民進黨的行政委長 是當 酒飲兩國月的唐飛 來做這個行政委長 那個時候的副委長 是搖搖搖搖搖搖 所以唐飛 在我們記者的方問裡面 他也不知道說 有發聲就是 這個動態的事件 甚至他看到說 這個互相推諉 這個溝通協調不足 這個制度 這個救難的 這個制度 確實有空空 所以他就在內部裡面 他要主動來施設 但是 尤其君發聲就是 讓這個主管來施設 會影響的政局 因為北京 只要喝兩國月而已 馬上就要犯租酒 所以會産行一些 政局的不穩 甚至會産行國安問題 所以尤其君 我們就建議說優衣 來排去這個 接任 一方的來單獨 施設 來扛起全部的責任 這就是北京提出 當然是因為沒有辦法 救到這個 這手的責任 所以我祝告奮用 我就找這些責任 因為其中有兩個 是住在我們貨幣 另外兩個是住在交易市 我就跟他們出面去協調 我就說這個部分 可能有國家舒適的問題 所以我主動來客人 四個人做這個 國家北上的代理人 我們也非常不簡單 因為我們當初市的 民進黨 他有那個事務 如果要馬上開割 沒有讓這個事件 再擴大 影響到這個政局 所以每一個 倍三千六百萬的 這個損失 甚至於說 包括他們的家鄉 他們的孩子 也都有來安排 來這個 像我們的家人 來做一些這些 在職員工作 所以那個事件 其實來講 反而是相信 一個人魔不章 因為當初 比較說 有經理會好 管理會好 就不可能 讓四個人 佩佩在那兩點多 來沖水沖沖 所以這是 這個事件 當然另外Q21 就是因為 這個大抵抗 發生在南島濟濟 那是我們所說的 車農府斷層的錯動 我們先代表 有八十五公里的 破裂層出來 當初 這時候大概有五萬多 京的房屋全島 2417的人死亡 這個事件的 影響的範圍 我們很大 因為這是整個 國安的提升 所以這政制 我們非常重視 那麼因為 當初發生在 這個婚姻官 台中都有 那麼因為 這個部分 兵婦要主動 來協調參與 甚至於 他們當初發生 抵抗的時候 沒有地方好大 找社區 找廟屋 來睡 兵婦要也是去到那裡 去大家了解 跟他們做會睡 最上官的這些損害 叫他們就要經歷出來 由這個管理委員會 將他們這些 受難者 受害者 損失的金額 都提供給我 那麼兵婦要主動 來要求 有國家不想 非常可笑 非常可笑 當然是 這個事件 因為人類 還沒有達到 官商勾結的程度 所以 帝書說 建商 建築書 設計人 結構技術 他們要付 行修跟民修的結論 那麼 沒辦法升級到 這個市政府 管政府 國家他們要去付 這些部分 所以其實 彈送了大概 有十年的時間 不然 兵婦要這麼抽絲 撥繭 他們是怎麼說 國家就要去付 因為他的審核建造 人員並沒有 符合這個審核的法定資格 就是說 他們沒有建築師的資格 是 事用的人 是沒有符合這個 建造、執照、審照的資格 第二點就是說 他的結構有問題 結構有問題就是說 他的這個簽證裡面 他的建築設計圖裡面 這個兵婦有建築師來簽證 甚至如果兵婦來現場 每個月、每日 那麼來固定、來勘驗這個紀錄表 是 所以這裡 我們可以來認證說 建築師雖然有書師 但是這個審核人員也有書師 審核人員也有書師 所以第一次本案 經過十年的這個禪送 之後最靠法院院 後來認證說 兵婦在那裡指定的 是政客的 是有這個 官商勾結 人莫不張的地方 是 所以而且 剛才說這個建築公司是照壽的 並沒有實際上 由這個建築公司來做這方面的實際 是借給一般民間的 一些這些不執照的人 來在使用 所以這有違反建築技術成規規則 所以有三型 那些不執照的問題 我可以看到10.4億 來執照的被害人 只有每一項 大概有執照 750萬至800萬左右 對 所以這個事件 其實全台灣 是一間有性所的 對 其他包括說 台北的這個 東興 大樓倒塌 也就是說 台中超頓 那些 他們是都採用原地重建 並沒有國家包裝 但是 旁邊那邊的 都有國家包裝 甚至還有原地重建 對 所以這是說 給我們這個食材 一個基本的這個 叫做 可以說國家對他們有這個義務 我們居住的品質 國家也是要扶植來把關 照有那個居住正義存在 對 沒錯沒錯 所以這兩個事件 真的要爭取到國賠勝訴 不簡單 而且呢 歷經了這麼久的時間 所以吳律師真的是很厲害 因為 而且這個國賠勝訴的話 變成說後續 我們的政府 民間 國民都會對著說 有一些不完全 不完整的制度 或是人謀不章的地方 他們都會去做檢討改進 其實這是很大的一個里程碑 所以真的是 國賠勝訴是不簡單 吳律師做的 好 那另外就是說 最近其實有很多那個 就是殺警案頻傳 那身為專業的律師 大家都會想說 可能就是社會引發了一些廢死 或者是說 就是說執行死刑這樣的爭議 就你專業的幾個角度來看 你認為應該是怎樣 是 因為我們台灣目前 這個行法的相關規定 是延續這個 帝國日本的這個行法規定 其實我們不是延續這個 英美法的這個形式規定 其實這個 我們目前說延續下來 包括說帝國日本 它也是還有死刑的制定 所以我們行法裡面 271條 也就是說 這個348條 頂頂的這些規定 都有死刑 甚至是唯一死刑的這個規定 殺人去失落 也就是說 強暴殺人 這都可以說是唯一死刑的 所以目前我們台灣的這個法律制度 並沒有廢除死刑 當然我們聯合國的憲章裡面 它有建議 說盡量不要去動用的 死刑的這個規定 是 所以在這個英美國家裡面 美國有22種 是還有死刑的規定 那麼28種已經廢除死刑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的制度 其實有兩極化 因為這涉及到公共議題 聯合國是怎麼會這樣說 如果我們自己民主先進的國家 他有時候我們就要尊重一些 這些聯合國的憲章規定 他說殺人者偿命 憑無法度說 讓這個死刑的傷害減到最低 就是說違反比例原則 他怕你去台一個人 你又來台條 他這個死命就不一樣 這個傷害會有減少 其實也不一定 因為這大數據看出來 可能他後來處理是不是 還有台人 要是說他就改寫貴政了 這其實有大數據啦 但是現在世界的大數據 他的共識方面 又是因為說 還是要執行死刑 也是要有死刑的制度存在 才有一個威嚇效果 雖然對這個 畢哥 要是說這些施暴則 有一個威嚇效果 但是不是說對這個治安 有這個減少 這個犯罪力的作用 並不是說完全成一個正面的比例 所以說起來 有一個死刑的廢除 還是說這個執行 其實有紛紛牢牢 已經爭議了大概四五十年了 一直到最近 我們有再來當上檯面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的法律制度 其實有四十八的死刑犯 已經在那裡 但是因為可能 因為我們國家的法論 他可以透過非常熟 甚至於在性 還是說再來 香港的法律方便 來申請一些這些 求責措施 例如說這個死刑的執行 就減換下來 這是目前我們這個 事務上的一些做法 所以為何會說 要不然馬上去這行死刑 因為這個部分 如果還有法律的 救濟程序 我們就沒辦法說 馬上來執行死刑 否則 有可能 人權 現在聯合國的 他們的一些這些評比方面 就是 我們台灣是屬於 還有一個越蠻國家 並不說完全法治化的國家 就是說還是執行死刑 違反了這個比例原則 因為並不辦法 把這個傷害降到最低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政府單位 他一直不敢說 像會史聯盟所說的 馬上就代會主死刑 也是要依照我們一般人的共識 說死刑 還是要執行 只是死刑 執行的這個時間點 才是有配套措施 來做這個救濟的一些 相關程序的進行 所以我們老百姓 可能會五歲 說我們國家好像是怎樣 這個死刑 我們馬上這個 這行死刑 因為這個法治程序 也是要走完 走完之後 再有辦法去這行死刑 民主要是戰勝 一定要這行死刑 因為對這些被害這些 心靈上的彌補 基本上會有一個 非常重大的意義存在 畢竟我們沒有辦法 容忍 容忍 這些施暴者 他可以無言無故 來捕捕一個人的生命權 必須說 要以相關的手段 來執行 他的死刑 來捕捕他的生命權 我覺得到我國高位實責 要是在這裡 才會有些 這些心理上的撫慰作用 對 是 所以我們剛才的訪談 就是透過有一些時事 那我們請候選人 來講述一下 他個人的理念 讓我們的觀眾朋友 也可以來瞭解 那接下來 我想我們回歸到 我們這個選舉的部分 你這次的對手 有另外的四位 那一位就是民進黨的黃偉哲市長 現任黃偉哲市長 然後國民黨就是 謝榮介現任市議員 另外就是林一峰跟許忠信 這兩位也是五黨籍參選 那你個人認為說 你跟他們這樣比較起來 你認為你勝選的把握是怎樣 對 其實我記得 我們美國的大宿舊海民會有說過 說這個高貴 並不是說一定要超越別人 真正的高貴是要超越過去的自己 這幾個其實 從我中情以來 我一直記在生活 其實我沒有超越任何人 我也是要超越昨天的自己 就像我們剛才主持人所說的 我是怎樣要再參與 其實我是要超越自己 超越自己 要讓我們這個台南市民 可以更快 更快更多的福利 當然我們這四位候選人 他們都非常優秀 而且他對我們台南市民的 這個關注多 有這個心要來參與 我覺得就非常不容易了 像樊尾澤市長 其實他以前的法律服務 我來做八年的法律服務 我怎樣有在觀察 我就在法律服務做八年了 所以他相關這些法律問題 他很多時間 如果是請錢我來清道 他的選民有法律問題 也是都要來做一些 免費的法律服務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好好人 這不可諱言 當然最近因為選舉的關係 還會捲入一些市費裡面 但是這是都可受公平的事情 大家都可以去討論 畢竟公立主財人生 但是我在他那裡做 我是沾對這個法律的部分 但是我也了解說 宣明他的訴求 是怎樣 他電條沒辦法去遷移 是怎樣 一條水膏路上沒辦法到 就要再去拜託 就要去清求 再後來就說 發辦事 他要去爭路 怎樣 我相信這 甚至他說一個 這個道路的路坑 我們騎桌肉也不小心去 弄著路坑 希望 要怎樣去要求 這個廣道協會來負送 是怎樣才能拚的事情 怎麼會思想發生 一條路 我們有一個路坪專案 要思想去注意 不是說選舉到 我們才去注意說 這路坪專案要來保護 平常時就要去注意 這都是我們生活的小細節 這一般的老百姓 就是因為這些問題 都會去法務處來找 說這要怎樣去解決 但是有時候會石沉大海 因為這畢竟是涉及到 市府的相關的這個 作業程序 是 那要怎麼說馬上辦 簡易化馬上辦 馬上辦 馬上有相關的 單位來中 這個路坪來保平 不是說要等一段時間 就要去清除這些經費 不是說一支路上 我們就要去 排時間 排一禮拜 排兩禮拜 馬上辦 我是覺得說 這市民朋友的 基本的要求 我們一定要馬上做到 所以防偉者市長 可能用這個部分 他也沒有去關心 主委到這裡 但是我有去關心 我們要透過網路的系統 來整合 這個社區的這些 一些基本的 這些公共設施的 這個馬上辦 的事件 這要怎麼處理 我們的馬上就要做 因為這畢竟 是我們眼睛打開 水電的問題 我們就要馬上來解決 這都 像我們眼睛打開 就要去對這四個孩子 都要花錢 我們要讓老爸 可以感受到 這個基本的 生活的品質 有去顧慮 不是只有10歲金而已 一定要讓他感受 就說 這個五分的問題 生活的日常問題 我們就要來照顧到 比你在那裡 開十年二十年的重大建設 這更有實際的效益 對 陳情另外一個 我們這個 梁戒仙 社梁戒 其實我怎麼跟他 戰過的一兩點 他幾個選舉 他梁戒仙 他須底下 他非常的客氣 他這也沒有這個 價值 說起來 他對我們 臺灣議席的強化 包括說 他的這個演講 他的社區的 這些 起伏活動 頂頂 我們非常的欣賞 他其實是 我喜歡的這個 擴敗的對象 但是有時候 我們剛才說 有時候 我們的這個 會務 有時候 就是說 我們要 做一個 這個 執行力出來 一行 就是說 可能我們沒有這個經驗 但是 我們要怎麼去做 從這個步調站出來 不要說 讓我們五歲 說 我們這個 生音 但是 那麼大 但是 這個 他可能 這個 有時候 他會去退卻到 尤其 台南 這是一個 意識形態 非常強的地方 所以兩極化 但是 基本上來說 梁戒仙 也是我謀方 是一個 核實的對象 我對他 有很多經驗 但是 前一步 我要怎麼 讓這個 公共設施 包括健保 65歲以上的 完全免費 現在五歲 裡面好像 剩台南市 要沒有 貴毒 你看我們高雄市 欠那麼多錢 他也是去 借錢來 借錢 讓這65歲以上 健保費 全部免費 這是怎麼一個政府 去照顧這些老人 我們台南市 為什麼 這就是有問題 我們就是要去改變 像我們另外一個 核酸林 科基老爹 他在科長城 科長城 也是我的老師 科基老爹 人家也很和善 我每天看到他 我說老爹你好 老爹你好 所以 這大家都很和善 大家對這個市場 都非常關注 這是我核實的對象 因為兵費 當然是說優勢 也不是說特別的優勢 說缺電也沒有 就是像一張八爪 一個泡棉 它的吸收能力 很大 一張八爪 因為我雖然沒有中間的經驗 但是我 這個30年來 我透過這裡的 立委會務處 甚至他們現在 有我公共過 大家都在做市場 我從那裡也核實很多 我也知道 這個市場 要來給予進行 所以我在這個 五位候選人裡面 其實我是最沒有經驗 最沒有那個 但是我的進步 人在最大的 我也沒有報復 我完全都沒有 只要你市民朋友 如果有什麼建議 有什麼任何 除了兵費 來進這個地方 我完全都可以來接納 甚至從這裡接納起來 提供給市府方面 如果有進一步的機會 可以讓兵費 來做市場 我也可以來納路來執行 不是說一些公共建設 如果大家去那裡 怎麼穩一塊 就這樣拚了 還不漏英雄 所以這部分 兵費 相信說 如果有辦法當選市場 就對沒有問題 可以比這市場好選人更好 吸納能力強 擴展能力更強 執行力更強 謝謝大家 是 所以其實近年來 這個政黨 已經不是說選票的保證 很多人是看候選人本身 就是像律師啊 沒有包袱 然後其實平民律師 然後他又服務很多人 其實你跟這幾位候選人 其實關係都還蠻好的 然後在黃偉澤市長那邊 也服務那麼久 所以其實看到很多市政的東西 但是你比他還好幾錢 因為你直接接觸那些民眾 然後知道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你真的是有去聽市民的心聲 好 我們接下來 我想你這次參選 其實也是很希望說 你的政見讓很多人看到 你剛才說過了 你政見有五十幾樣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這中間呢 當然就是說 不可能講那麼多 有幾樣其實我覺得蠻特別 像市民大會政策共決 對不對 這個部分我覺得 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是 你認為市民可以自己來決定 對不對 是 市民朋友 其實我們有市議會 但是議會 畢竟是議員 他們在出政 尤其現在政黨政治 有藍綠的對決 其實有很多這些中間選民的心聲 並且說哪一盤散沙 不然就集中起來 對 甚至說我們這個 軍庫統計四到五成的中間選民 他對這個政治為何厭倦 並沒有標示聯合的意見 對 對 所以有跟市議會說 同國的都有一個政黨的這個 這個寄存利益存在 像我們這個 很多 譬如說我們現在這個捷運 他這個浩資 這年要巨大 而且這個時間性 又縮得很高 又縮得很長 譬如說這個 工工廠 是不是我就去完成 是不是會變成公公公 像我們所說的文子館 沒辦法去衰用 甚至於冬樓就破散了 有了一大堆 像以前的海安街 地下工程 商業街 這是怎麼買不做起來 因為這就是規劃決策 都有失誤 例如說相關的這些 政策沒辦法來執行 這就是完全 不去聽說我們市民朋友的心聲 所以兵員在這個政見裡面 有說市民朋友 可以透過網路的方式來定期 自主的來選 我們這個市民代表 正一步來選市長 這個領導者 來提供 讓我們市政的主政者 讓他們來完全採納衰用 說我們什麼地方的公共設施 必須要馬上來執行 因為這是市民朋友最基本的心聲 最基本的去衰用到的 不是說有一個大廳 我們拼在那裡 慢慢做 像青年宅、社會宅 慢慢在那裡 說要到七千戶的設施 但是目前雖然有開工 但是要到2024年 是不是可以完工 因為畢竟我們市政府給它提供 從這個規劃來提供這個社會宅的建築 所以這個自由財的部分 其實是沒有十足的提供出來 畢竟說 只是部分 像做秀式的提供給大家看而已 這根本就不是我們市民朋友的心聲 我們的心聲是說 我們的建築要怎麼完成 要怎麼進一步來執行 可以看到馬上的效應 雖然你這裡沒辦法去 但是你做金 要怎麼來補貼 給這些青少年 給這些青年階層的 這些社會的 這些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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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們 不因為地價來生長 那麼做金要來漲兩倍 負擔相當的漲 所以我們可以說 馬上馬上說 進入這個核心 我們可以先對做金的補償 開始來進行 有五千戶 我們就要補助五千的做金的補償金 給他們來使用 當然這個經費的籌足 我們可以說 透過地方稅的方式 還是說來向中央來進出 這都是一個方法 但是我們這個 都透過我們這個市民朋友 他們可以廢集 這些共同的意見 來提供給兵費 或那個機會 來入市政府 來做市政府 我就會馬上這行 因為這畢竟是人民的共識 這個四到五成 並不是一盤散殺的第三選 第三中間的選民 他們已經廢集起來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青少年我們一定要來這行 不要說讓政黨在那裡惡度 我們一般的老百姓 中間選民 也沒有一個自主性存在 所以我是怎麼 要適合市民代表代表 來跳脫市議會 當然這有另外一層的意見存在 比較不會說 有一些政治利益的包袱存在 完全是說 由我們市民朋友 自己來做決定 讓這個建設可以更好 不是只有議會通過的 市府來進行而已 我們也可以自己 透過市民代表的 這個事情來進行 我相信 這個雙層的這個 來進行之下 我們的市政會更更暗 市民朋友的受力程度 會更提灌 對 所以其實畢竟議會 他可能 雖然是議員是民眾選出來 但是他們可能就是 進入議會之後 有一些政黨的包袱在 所以不能完全表達市民的心聲 好 那剛才 律師也有講到說 大家很關心的 就是青年 買房子的問題 現在的家庭這樣 沒辦法買 但是你的證件裡面有一條說 未來四年幾月 要建置三千戶的青年社宅 這有辦法嗎 來 對對對 因為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我們青年 當然在這個 當中入社會的總統治下 如果沒有家庭的贊助 有時候要自己 要來進行相關的 賣屋 居住的正義 其實有相當的困難度 所以兵員在這個政権裡面 占對居住正義 我們也是要來 做一些適當的補助 讓這些青年住宅 可以提高 提高它的數量 怎麼說呢 因為現在的少子化問題 根據統計到2037年 生育率大概剩9萬人 新生兒而已 那麼 老人人口大概到那個時間 41.7% 41.7% 那麼工作能力 剩49.3%而已 就是說 這個社會的工作人員 越來越少 完全 就要移客這些青年朋友 青年朋友 來做這個 因為老人人口已經提升了 那麼生育率又這麼低 到2037年才9萬個新生兒而已 所以這個就落在青年朋友的身上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就要提前部署 不是說 為了我們政治的利益 慢慢走 慢慢走 我們就要先 了解這個問題的重心 那麼當然這個部分 青年住宅的設施 我們必須說要向市府自由的財產 我們不可以說我們只要拍賣 要來標賣 來取得財政上的利益 我們必須要平衡化 將這些自由財的部分 包括土地 我們要設施放出來 來去青年宅 讓這些青年朋友 不可以說 一世人 來在立財財 衛生 講清楚 這個生育率 越來越多 總統 我們就要讓這些市民朋友 青少 青年朋友 有一個基層的 青年宅的住居 前五年 我們用糟金的方式 五年後 轉化為貸款 就是說 將所有貸款 移轉給他們 像立糟金 整五年先立糟金 五年後 五年後 我們也將這些糟金 轉化為頭期款 來讓他們 直接說 他們這個 土地和房屋的所有貸款 這是讓他們 基本的房子 對我們青年朋友 為什麼有幫助的作用 因為這個部分 其實 兵費一直在煩惱 說這個 老人家靠 這個 老年化之後 對這個 對這個 我們的生活品質 對這個家庭的負擔 會越來越大 所以帝書說 人家不需要生育 會少子化 當然 我們要怎麼去 嚴防 這個問題三星 就是說 我們要讓他們老化 怎麼可以健康化 健康的老化 生活品質不會降低 的狀況 我們各方面 青年朋友 社會財 都要集頭併進 不要讓他們 造成說 最大的負擔 甚至最好的目標 就是說 孩子 由國家來養 不只是營養午餐 免費 我們 新生的這個孩子 也不是說 一歲兩歲 就是說生育補助多少 乾脆 就是由國家來養 這個路途一定要做起來 這個路一定要慢慢的規劃起來 孩子讓國家用 用到十六歲 就像我們的國民醫護教育這樣 法官說 這些費用全額都免費 我們要提前部署 因為這個問題一定會三星的 到時候我們要如何來預防 我們就要先規劃出來 這就是兵費要對這個市政 慢慢的有一個想法 有一個規劃的方向 所以每一天的臉書 我們都會帶出我們的政見 這個主張 要怎麼來進行 對 所以其實你包括在財政 教育 交通各方面 我看你都有很多 很棒的一些政見 那其中間有什麼 你還想要表達給我們市民了解 是 其實我們現在台南館市 是合併 對 所以這個偏鄉 跟我們市區的 其實這個生活追蹤 還有相當的差距 是 因為這部分 當然我們要縮短這個 城鄉的差距 不要說 偏區的人口外流 集中到都會區 那麼都會區裡面 又是超零 又是超過人數 降格的公託 還要一大堆人在排隊抽籤 偏區的公託 就沒有人去上課 我們要如何取得這個平衡點 讓公託的市場 要是說非公託 有盈利化的市場 可以完全正常化平衡化 沒有再有抽籤的這種制度 而且依照這個區域性來排分 這區沒有的話 我們可以有跨區的方式 來進行 這都是技術性的問題 我們都要克服 要讓城鄉差距縮短 貧富差距縮小 我們要如何偏鄉在這裡 可以享有市區的規劃 不是說在那裡炒房價而已 炒房價炒了生殖那麼高 但是偏鄉還是沒有人要過去住 還是往都會區來回流 對 我想這個是很嚴重 我們要提前來部署 提前來規劃 把他這個問題解決 才能夠完整的 把台南市的市政建設 把它建築起來 把它結構化 法治化 這個也是扁非 那麼唯一參選市長的一些原因 對 其實說點這個城鄉差距要縮短 由於縣市合併之後 其實很多候選人 很多市長當選人也都說要縮短 但實際上感受到 很多民眾也是感受到 這個城鄉差距還是有 對不對 對 所以這次其實 你對縮短這個城鄉差距 就是在你的建築裡面 算是也蠻重要的一環就對了 對 我也有一些措施 要如何慢慢讓它拉近 像是地方稅的這個補助 沒有像市區這樣子完全的 對 這種高額性的這種和客 那麼如何讓地價稅的和客 能夠公開透明化 城鄉之間的這個差距要把它拉出來 對 好 那其實我在你的臉書有看到說 你寫了這個選舉不花錢 然後就寫了三次 因為很重要說要講三次 這樣選後才不會撈錢 對 所以你這點可以說給我們 讓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對 因為當然 因為平民律師出身的 基本上並沒有說 到底這個選舉 有聯合這些選舉 文選的這個責責 因為它的可能 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讓這個市民老闆 是會可以感受的說 我們是真心要來 為這個市政來服務 我們過後 並沒有任何災端 這個投注 並沒有任何特定利益團體的公衣 對 來主張 來牽制 兵費 讓這個選舉 完全是兵費 本人 來為了我們台南市民 來打拚 來服務 這是兵費 當然 認為說這個重點 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個部分 如果說有聯合利益的 這個合力 合力 合力 選舉你就知道 一個市政選舉 有多少錢而已 一個選舉 花幾億 花一億兩億 這後來要怎麼回事 市長的薪水一年差不多三百萬 對嗎 市長一年的薪水這三百萬 你如果花一億兩億 你來收 用膝蓋上也知道 這些錢要怎麼回收 對 你目前 我們一般人的相識來看 你當然 後面有一些背後的利益團體 包括說安插人員 相關的 這些問題會產生出來 對 因為說我們經常風乾聽到 你做一個選舉 要再花多少錢 怎麼會有的沒有的 這不是只有我在說的 其實這 真的很多 這而且就是可受公平的事情 對 不是我在效責任何的 這社會 我們不需要 做到這裡很脆 我 我要讓它清潔化 讓它乾淨化 透明化 就是說我們聯合人事制度 一定要公開透明 讓我們台南市政 在這六都裡面 會用一率先來表彰 說我們的人事制度 是完全公開透明的 我們並不發任何一毛錢 透過公平的制度 像我 我革客 我就是依照這個 高考的制度來進行 我並不說利用 怕後路的方式 來 這就是這個歷書的革客 法治人員的革客 這就是兵員的一個操縱 就是說我們要讓這項選舉 改正化 我沒有去投入 說任何的 我也沒有在做政治獻金 來募款 我都沒有 這兵員可以在上網去看 你們都可以去看 這個部分 我就是要讓他們說 我選前 並沒有 投入相關的這些 利益團體的政治獻金 主要我也不會說 藉著說 這個政治來在獲取 任何的政治利益 並沒有說去撈錢 這就是說 我們完全取之一名 用之一名 我就是一個公府 我就是一個平民 平民律師的這個做法 讓我們的主員 可以讓我們全部 我們丹氏林來共享 這也是說 我們丹氏林 對一個公府 他基本上的認知 我不會說 透過這個市長的選舉 來獲取任何的利益 絕對沒有的 我也不是來這裡 在勒基賽的 說我來這裡 在勒選舉的 我都沒有 所以我用去對天咀嚼 我完全都沒有去 拖路就說 任何的政治利益 為了去拖路 就是說 我們台南市民的利益 我是站在第一位 沒有兵費 上上來 內心有很多的掙扎 我走這條路 對 為什麼就要浪費 那麼多時間 為什麼我的想法 這樣做 是不是會 你獲得我們台南市民的林董 我會三聲懷疑 有時候 一句話的鼓勵 還是說一句話的鮮魚 對我來說 其實我是都看很久的 因為我一路走來 有鼓勵 也有批評 但是我的初衷 說根本就沒有變 我就是要為了這個社會 為了台南 為了台灣 這個土地來奉獻 兵費那根本就沒有聯合的利益 你可以去看 我有什麼財產 我有聯合利益 團體的勾結嗎 完全都沒有 你放心 兵費那是一張八爪 人們也覺得說 我並沒有殺上力 所以他們對我來說 我也沒有來視為對手 所以我唯一 就是說要讓我們台南市民知道 我們也是有辦法 沒有投入聯合的資金 我們也是有辦法 乾淨的選舉 甚至於勝算 來取得這一場勝選 我們不能說 違背自己的良心來撈錢 選到之後 就得了一個工特教委 安插得解人士 職位來撈錢 我都不會 甚至於說 公開標廟 還有圍標 透露底標 這些監控三星 你就會放心 我都會公開透明化 我沒有政黨資本 全部的選民 全部的市民 就是兵費的好頓 所以我一定會參照大家的意見 來完成這些市政的建設 非常感謝各位 所以其實市民 要來選出一位 有執政能力的市長以外 認為這個品德操守 其實也是很重要 就像剛才你說的 還沒這麼黑白來 但是最近就是說 就是可能現任市長 黃市長 那就是其他包括謝龍介 還有林一峰 許忠信 他們都會講到他的 憲民事件 跟所惠的事件 那這個事件的話 您的看法呢 秉輝因為是律師 所以在法律上 我一直說有一分證據 講一分話 沒有證據 就不要在那邊胡說 所以秉輝從來不會捲入這種 政治的這些言語漩渦裡面 我還是秉持一貫的 我就是為了市民的利益 提出有益的市政建設 其他八卦的這個講法 我都從來不會介入 謝謝 是 好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吳律師到節目當中 來說明他的證件跟理念 讓我們的觀眾朋友 可以徹底在了解 他為什麼要來參選 台南市長 也大家給他一些鼓勵 那如果認同他的證件呢 就是一過一日才好 當然就是觀眾朋友 怎麼投票 大家知道 來 最好跟我們觀眾朋友 拜票一下 是 感謝啦 感謝我們主持人 給我們這邊的機會 因為兵員這個市長參選裡面 有五個候選人 我們算起來也是最年輕的一個 所以在這個參與裡面 兵員也是非常說 我們台南市民兵友 可以讓兵員加一些建議 加一些戰勝 讓兵員這條路 可以繼續走下去 因為畢竟 我們的目標是都一致的 就是要讓台南市更好 更反應 我們的生活品質更高 所以11月26 無論如何 你們一定 我們台南市民 一定要出來投票 讓我們這個政治的氛圍 我們市民的參與 可以再提升 我們的投票率 可以提升 讓我們全國老百 可以看到 我們台南市 其實是非常 重視市政建設的 是非常重視 我們市政的 相關的這些生活品質 市政的出師 我們自己的居住正義 交通建設 重大的公共設施 我們要來進行 我們要有心來參與 我希望我們台南市民的朋友 利用這邊的機會 可以勇敢 有這個集結的 出來投票 投入你心目中 比較大 市政的好選人 當然我們要有 官議員 市議員的選舉 立正 讓我們這個政局的政治 參與度可以提升 讓我們台南市 可以在這個建設裡面 可以聽到我們 大家的聲音 讓我們全國 可以看到 我們台南市 對這個政治的參與度 可以提升 不是默示的 默示這個市政建設的 因為畢竟 這是跟我們的行為 息息相關 非常感謝各位 好 再次感謝台南市長 候選的吳秉慧律師 謝謝您 謝謝 我們也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市民心社財報 在這裡又一大樂 我們再會 晚安 我們旅行 再跟朋友 文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